另外的话,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有关资料新增 除了一笔一笔新增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要批次的新增,你可以用不要用execute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execute后面加一个execute many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笔数比较多的话,那效率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execute,它变成说它一笔就新增一笔 那这样的话呢,相对的在处理资料上的时间会比较相对的 比较花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你资料多啦,不过如果你资料少的话,差异性并不大 OK,前提是资料量很大 多大才是要大,可能上万笔以上 像这五十笔说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过未来还是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如果你要效率高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指令叫execute many 就是execute后面加一个many 不过这个指令的话怎么使用 其实刚刚我查了蛮多地方的 不过最后还是看官方的说法会比较直接 所以这边底下有个连结 你可以连到那个就是我们的python的官方网站 那你google python 连进去的话,那个网站上面就有个documention 就是这个文件,里面的话你可以查一下 documention里面就会有一个library reference 那其实相关的这个只要是韩式库的相关的使用方法 其实都在这边都有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你不想看书的话 其实这里面全部都有说明 而且一手资料是最直接的 而且最正确的 一般仿件书籍的说明都是从这边去衍生出来的 那其中的话呢,当然如果你要针对 你可以往下找 这个是相关资料形态的 ok 那其他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一类 有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seql line的部分 所以往下卷动的话,你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个是seql line 也就是你看这边有examen等等的 相关的使用方法 那其中的话呢,根据那个seql line seql line好像没有下面 底下有没有,我们之前用过 那OS这边也有 然后seql line资料库 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这边 我有把它截图啦,应该在 data,在这里 data 这个部分,往下卷动 在底下 在这里,ok,seql line这里 那其中有一个说明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seql,我如果要insert不要用 就是一笔一笔insert的话 那各位往下卷动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如果你是insert many records 就是你在一个时间里面 同时要输入多个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用这个方法呢,你必须要给他的资料 有几个变化,第一个你要把isql 改成isql many,第一个 第二个话你的语法里面的话 蓝位名称只要问号表示就好了 你不用管是数字还是文字 前后都不用单颖号 问号,所以相对的比较好表达 但是呢,后面必须要多一个什么 逗点后面多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还蛮特殊的 这个变数呢,它必须是一个 诶,这边有讲到 外面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中刮符 意思就是说呢,它这个形态呢 一定是一个串列 而且这个串列里面的话 必须还要再给他一个小刮符 那小刮符呢,在那个python里面 其实是tuple啦 那tuple跟list的最大不一样 其实就是说 小刮符是唯独的,不能修改 中刮符的是串列,可以修改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中刮符也可以啦 意思就是说啦 其实你就是,它就是要 你提供一个二维的串列就对了 就是在串列里面 再放个串列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 之前我们切割的那个list2 直接全部再放到哪里 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再丢给 这个excuse many 增加一个变数就对了 所以这个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必须要把那个串列 再放到一个串列里面去 再把这一个新的串列 丢到excuse many的第二个参数 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只是要怎么做 要怎么改 其实大概几个步骤 所以我是根据 其实我本来不太会用这个 我Google网路上搜寻 发现这个说法太多了 而且不太清楚 干脆我直接看一手资料 最直接 照着它的方式来改 试一下 所以假如说我要把它改成excuse many的话 第一个 那我当然这个地方我就改excuse many OK这边的话就直接打一个many 后面的话 把secuse many的话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把secuse many 一样给它 不过后面的话 就不用format了 因为不需要带给它任何的词 只需要带给它什么呢 这个后面 全部都是问号就可以了 所以刮号里面呢 你就给它五个 一二三四五 然后中间加逗点 这样就OK了 当然你可以直接丢到 那个excuse many后面 或者是你直接 你也可以怎么样 干脆直接就一个变数也OK 逗点 后面的话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串列 那目前那个串列不存在 那怎么办 我先打好了 叫list3好了 list3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边 这个list3目前不存在 我需要怎么让它产生呢 第一个 在form回圈上面呢 我先产生一个list3 的一个空的一个串列 然后我把list2串到里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 它等于空的串列 然后呢 当我跑回圈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 Sprint切到 那个list2里面 那我只要做一个动作 把它串进去 那我要怎么串进去啊 不过list3 特别是说 这两行请特别注意 不能摆在回圈里面 所以把它按shift加tap 让它往前一下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其实list3要执行一次 不用执行每一次 跟刚刚的list3不一样 所以记得 这个说法一定要往前 你不能把它放在回圈里面 那我只要怎么样 把list2再串到list3里面 还记得吧 怎么样把它串进去 很简单嘛 你可以的啊 list3怎么样 后面又有一个方法 还记得吧 空的 里面放什么 放list2 点什么 pand就好了 ok有印象吧 ok 把资料放进去嘛 那放什么资料 放list2就好了 这样不就放进去了 那不就全部都串在一起 大家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你可以先不要执行下面这四行 你可以怎么样 串完之后 再print一次看看 print什么呢 list3看看 看看它会不会是一个什么 串列里面还有串列的一个资料 如果是 那表示ok 如果不是 那你就再去改 改成对的方式就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跟各位讲一下啦 以后你们一定会遇到就说 那个答案可能你找不到 书里面也没有 我干脆建议你直接找 那个pand的官网就好了 里面其实都有答案嘛 你不用舍尽求远 那我也是照着 他要的心态 我给他对的吧 照着打 照着写就ok 所以我们来执行看看 这个节目 是不是能够串列 里面还有串列呢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中瓜糊没错 第二个的话呢 我在这个里面是放个串列 没错 所以串列里面放第一个串列 再放第二个串列 再放第三个串列 以此类推 不过这个好像最后一定是 结尾一定也是个中瓜糊 那你说这里面 那个官网上面是用小瓜糊 中瓜糊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我刚刚讲 小瓜糊是维读的 只能读不能写 不能改 那中瓜糊差别是说能改 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一样的东西 是没有关系的 OK 不过这里的话 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地方其实还要再修改 哪个地方呢 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换行 有没有 反斜线N 后面也一样有 所以你需要把它去掉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刚好只去掉 最后的那一个资料 所以其实你应该把它修改之后 再把它丢回去 意思就是说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把后面这个东西拿掉 拿掉之后再帮我存回去 看起来好像有三个动作 其实是写一行就好了 OK 还要怎么只针对最后一个修改 然后特别最后 只针对最后一个修改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这边你写一下 把什么List2 它的最后一个资料 最后一个资料的话就第四个 它等于什么呢 它自己本身 OK 然后把什么 把那个GateStrip掉 刚刚已经有 这边有GateStrip 这边有 所以把这个拿来用 有没有 把它这个最后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然后呢再帮我把它写回去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这招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喔 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因为可能对于那个变通还不收敛 所以喔 这不会 那就很麻烦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你要把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 你就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比如说你要变更串列里面的某一个资料 把里面的某个部分的东西拿掉 你就要记得要这样的方法喔 因为我只要变动的是最后那一个就是第五栏的嘛 01234 那就里面的话呢把它的换行拿掉 并且再把它写回去 这样子就OK了 最后我们把这个结果给print看一下 结果不OK呢 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串列 里面的这个串列 它最后的那个换行 有没有消失了 OK 那以后当然也同样的 如果哪一个资料你要做修改 一样的方法 你只要把第几个抓出来 改完之后再写回去就对了 应该有这个概念吧 OK 其实程式都没有增加太多 最后的话如果OK 那我就把这个print拿掉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把后面这四行 把它打开 它只是多一个什么 seql string换到前面去 让它变成execute many many就是p一次全部 但是最后你必须要把什么 把这个list3 多一个变数 直接串好的结果 就直接把它丢到这边来 让它一次性的全部丢到资料库 并且commit close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还是一样 会在我们的那个member里面产生一个 所以一样我把它删掉 我们执行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一次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应该表示正确 我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open它 然后看一下这个db 里面的browse data一下 看一下member01是不是50笔 50笔看一下 没有问题 刚好就50笔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呢 比较适用在 如果你的资料量非常大 可能 我记得啦 因为我比较过 虽然官方说法是很坏 但是我觉得好像 因为可能我丢的资料量都不够大 感觉好像都差 差没有很多啦 顶多是差个零点几秒而已 当然至少有三种方法 你可以取舍一下 OK 那excuse many 另外它好处啦 它的那个 insert into后面的value 你就不用去管说 它的形态是什么 反正你就用问号 这个相对的 应该我觉得也 算是一个好处 你也不用管 所以有三种方法 但至少你要熟一种 OK 最好三种都熟是最好的 如果其中能够把其中一种熟悉 其实就注意 把那个资料给丢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的话 把资料丢进来之后 后面我们还要做查询 那查询的部分的话 我们总共会有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如果要查什么 查关键字 它的名字 比如说我今天执行一下 查什么呢 假设我不知道那个名字 我只知道说 他好像姓什么 姓张还是姓陈等等 我给他一个关键字好了 姓张 有没有姓张的 张先生吗 那你是哪一位 我这边好像有错误 错误应该在这里 这个如果应该要转Stream 因为他来源好像是 INT 所以Stream转一下 或者好像会出错 张先生如果要查出来的话 有没有办法查呢 这边其实只要 给一个关键字 姓张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资料库里面的那个姓张的 通通都帮我带出来 刚好两个 其中刚好 只有一个像 另外一个好像女生 请问一下是不是 那个张胜子 对 应该没问题 OK 那另外的话呢 另外我们也可以 再换成另外一个 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按照他的出生日期查询 比如说 那个我想要查那个会员是19 可能是 80后 OK 一般像 1980的1月1号 到 那个19 1990的12月31号 这个区间 我如果希望把这个区间的 会员 帮我带出来的话 你Enter一下 一样的问题 这个Stream 可能要改 因为我 前面好像全部都把它改成 那个 用Case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我好像有把 第一个栏位 改成 那个Int 所以输出都会要加一个Stream 否则形态会出错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一样 就帮我把那个 我的 这个区间的资料 全部帮我把它找出来 特别注意那个生日的格式 可能还是要按照它的标准化 所以这个 也要照着打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Enter过之后 生日在这个区间 它就帮我列出来 当然你还可以什么 生日在这个区间 而且它血型是B型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啦 OK 有多种的查询方法 那只是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先练习一下 用Excuse Many OK 所以Excuse Many 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 因色因突的语法 全部都改问号就好 第二个的话呢 它都会多需要一个串列 那个串列是二维串列 就串列里面还有串列 那你要怎么串 那串列 当然我刚刚讲用Append 你可以把它串进来 如果要修改其中一个的话 你可以 最后一个要把它换行拿掉 那你就把 this 2里面的第五个栏位的资料 把它strip掉换行 再修改 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OK 大概就这样 那刚才云端上 也有我改完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上找一下 应该可以找得到